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它外围的雨带也影响广东沿岸 在银行和东北贵后风的共同影响之下 今早本港高地间中吹强风 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逐渐增强 稍后高地间中达裂风程度 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银行会在明早早在本港以南 大约300多公里外略过 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仍然要在明早早维持 天文台又说海有大浪和涌浪 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鲁卓文报导 原定明早早举行的维港泳取消 中国香港游泳总会宣布 由于热带气旋警告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影响天气状况 为了保障参加者和工作人员安全 决定取消明天举行的维港泳 和亚洲公开水域游泳錦标赛五公里项目 所有的参加者将获全数退回已经给的费用 包括报名费、水市费用以及捐款 另外原定下午在中环海滨长廊举行的 全运会倒数一周年加年华取消 倒数活动就移私到政府总部室内举行 至于在澳门1号风球仍然生效 预料在下午维持 澳门气象局说 银行晚间去到明天 会在澳门以南300公里附近略过 在东北季风共同影响下 澳门晚间风力将会有所增强 风力间中达到6级 以及有震风、有减震骤雨 晚间发出3号风球的机会较高 另一方面 明天预清晨银行可能引起沿岸潮位短暂上升 蓝色风暴潮警告的机会较低 听闻台刚刚在下午3点40分 改发3号强风讯号